爱人危难时刻她终于忍不住暴露 唱起小时候的歌 这首歌谣是小时候独创的 只有两个人知道 男人听着爱人的歌谣 陷入深深的回忆 因为自己是一个树出 所以父亲对自己也是时常责罚 其中一次自己的爱人采薇 还冲到地牢救下自己 因为两家从小就是娃娃亲 采薇也是一直护着自己的未婚子 并且在爱人头疼的时候 时常唱起这首歌 这首只有两人知道的歌 于是男人立马抓住采薇的手 仿佛自己离世的爱人回来 可是当恢复后睁开眼 看到的是另一张面目 她不敢相信地询问着 可是这样的脸庞下怎么可能是爱人 难道自己爱上了不该爱的人 这一颗愧疚的种子在她体内发芽 随后密室开始产生浓烟 她知道是别人的陷害 在即将窒息的时候 采薇忍不住地说 可还没等说出来 潘月就发现了通风口 此时的潘月顾不了那么日 她不管此女是采薇还是上官职 她只知道 眼前一定要保护她 殊不知爱一个人 无论她怎么变 潜意识里还是爱着她 而当采薇被救出后 她来到爱人的密室 看着爱人的失手 她开始道歉 她居然爱上爱人的仇人 居然爱上那个曾经嚣张跋扈的人 她苛责自己对不起未婚妻 当初自己因为被怀疑枪害妻子 而被关押在牢狱 要不是郡主体查明情 知道采薇是被害的 也不会用驸马爷的名义救出自己 只为查到幕后之人 反得善良的采薇一个公道 现在自己还没查出幕后 就已经爱上了别人 可是一旦心动 纵使是不意回避 也改变不了空气中的爱意 为了让自己冷静 她决定调查当地恶霸 也就是密室的主人 于是隔天就上了询问 结果遇到男人的妻子 此女拉着潘月就说 丈夫不庸 是一个戕害人命的坏人 此时的潘月觉得妇人身上有现象 于是告诉了采薇 采薇表示自己是女孩子 应该适合去询问妇人 于是当晚两人一起 来到了妇人窗外 此时的妇人在做着月饼 并且像是给很重要的人做 随后丫鬟端来汤药 妇人知道此药有问题 于是不敢喝 可丫鬟却强行灌输 此时采薇猜到 应该是雇佣故意让妇人疯 随后妇人带着月饼 来到了一个空无人烟的地方 喊着自己孩子的名字 表示让孩子来吃饭 还让孩子给父亲道歉 这样就不会关着她了 此时的两人才知道 原来有人和潘月一样的遭遇 随后两人逃离出来 采薇表示应该是男孩有同名音 所以长大后开始戕害各种坏人 自认为是惩罚这些人 而她用的力气 就是父亲雇佣的三插枪 这个和伤口也对得上 而两人曾经误闯过地牢 还被浓烟差点明晕 代表雇佣知道两人在查自己的孩子 所以才戕害两人 一切线索都表明 两人调查的恶霸 其实是很多年前 专门用三插枪 枪害别人的凶手父亲 所以隔天衙门就出公告 表示曾经的凶手已经找到 并且扬言要举办庆典庆祝 而此时雇佣的孩子雇山出现 原来她五年前就从地牢逃走了 而这一次别人挑衅自己 她还是会忍不住动手 而采薇这一次 能在危难中与潘月相认吗 小主们请看下集 那无论在哪个年代 母爱都是无私的 红样看重儿子的思想也根深蒂固 只因她生下来是个女儿 就要被父亲长期控制 让她扮演男人继承家业 可是女孩子青春懵懂的时候 总会憧憬外面的美好 也会喜欢给自己化妆装扮自己 可一旦被父亲发现 惩罚的力量都会逐渐加大 可母亲看不下去 她偷偷地来到地角 把女儿放走了 本以为女儿会自由地飞翔 殊不知收养自己的父亲 又是一个心里扭曲的人 除了让自己有干不完的 还总是惩罚事情没做好的妹妹 这可是她的亲身女儿 也是因为不是儿子 才遭受这样的待遇 于是她用冰雕做成父亲的三叉枪 用三叉枪把养父灭了 本以为这样就可以和妹妹好后 结果每到夏之后 都会想起曾经的痛苦 以至于看到欺压旁人的人 总忍不住要灭狂 而为了抓住这个枪 害了九龙的顾山 采薇直接扮演一个破辣的大小姐 本来在没有换脸之前 大家都知道上官只性格蛮不讲理 换脸后的采薇虽然善良 可是短短一年的时间 自然是改变不了大家心里的想法 所以采薇假装攀岳和别人走得近 假装鞭法此女子 其实是没有碰到的 可是在顾山的眼里 她就是一个不配活着的人 所以假装好心给她冰沙吃 实际上在里面加了料 而众人都以为顾山是男子 也就没有防范 随后父亲为了控制逃走的顾山 直接让下人扮演顾山 去被县衙抓住 殊不知她只是想引诱顾山 随后采薇还以为顾山落网 加上自己为不舒服 就来到了郊外 可此时一男子出现 这个也是顾父安排的人 为的就是引出顾山 果然 在危险之际顾山出现 因为她不允许这样的坏人 是被别人惩罚 她要亲手灭了采薇 而采薇看到远处的绳子 这是县衙的人捆绑花灯的 只要割断绳子花灯就会倒过来 也能帮助自己逃走 所以就故意拖延时间 问她之前的九个人有什么错 顾山直接表示 其中有苛责母亲的 有把妻子绑在家里受了的 还有专门让乞丐变残疾去讨厌 九个人中没有一个是好人 这些人自己惩罚有什么错 说着就要对采薇动手 好在此时采薇割断绳索 花灯倒过来 虽然暂时阻挡顾山 可是采薇一介弱女子 自然是跑不过五一高墙的顾山 于是在千军一发之际 潘月出现 这一次 曾经的画面涌上心头 当年就是她 在自己危难时刻出现 这一次 她又出现保护了自己 随后潘月抓着顾山要回县衙 结果顾山的父亲雇庸出现 她声称自己生的 就是自己的物品 生死都要自己掌控 说着就拿出三叉枪 此时的顾山惶恐不堪 自己好不容易逃脱啊 真的做不到继续回去受苦 而同样有遭遇的潘月 露斥顾庸虽然生了顾山 可没有资格去决定她的人生 看着潘月为自己说话 顾山感动不已 直接表示自己会说出所有 此时顾庸直接把妻子带出来 只要顾山承认所有 就把母亲就地灭口 顾山看着爱自己的母亲 她不想母亲有事 于是答应和父亲回去 可是看着女儿好不容易开心啊 作为母亲 自然是不忍心女儿再回去 过着那种被掌控的人生 于是她告诉女儿 一定要按照自己的心活下去 不要受别人的掌控 说着就自呛了 看着母亲离世 顾山也忍不住 直接让父亲去陪母亲 可顾山的武功都是顾庸教的 她怎么能击败顾庸 于是反而被顾庸封火 顾庸也被顾山刺中一件 此时倒下的顾山 看着自己的母亲 就让自己和母亲 在另一个地方相聚吧 终于发现爱人没有离世 并静在眼睛 此时的她泪流满面的疯狂跑步 原来自己惺惺念念的爱人 一直都在自己眼前 回想之前 她突然出现在妻子墓地 二位王女 你还记自己的心本 我不能平反给大人公了 回想之前一起勘察尸首时 她说过的话 是不是会说话 再不问就没机会了 是不是会说话 再不问就没机会 大人你看 大人 你过来看 娇贵的大小姐居然徒手及尸首 一切的一切 都只有一个口 那就是上官纸的脸保 是自己的舞座妻子杨采薇 于是她抓着采薇就问她 是不是自己的爱人杨采薇 因为孩子们哼唱的歌谣 是自己小时候和采薇变了 只有两个人知道 而她询问下 孩子们也说是上官纸交的 并且之前在地楼 给自己唱歌谣的那个人 也是她 采薇没想到自己无意间的疏忽 居然暴露了自己 因为几天前看到 逝去孩子的魅力 在痛苦哭啼的时候 善良的采薇忍不住交给她 这首可以赶走痛苦的歌谣 没想到自己的无心之失 却让两人相认 可是此时的采薇却并不想 因为就在几天前 潘岳救下采薇 可当采薇知道 感动地去询问潘岳时 她却说自己是处于责任 县衙任何的人受伤都会救 随后县衙重要人物雇佣离世 在县衙每日随身保护下 她都能离世 可想幕后之人多可怕 所以为了采薇的安危 她直接赶走采薇 还说不要赖在这 自己每天面对案件 就已经很烦 此时采薇伤心欲绝 可是她又不能恨潘岳 因为潘岳心里的那个女子 就是自己 现在自己换脸的事情 她又不知道 怎么能责怪她 而采薇离开后 潘岳就浑浑噩噩地走在了街头 结果却听到孩子们在唱团鸟 这首歌要是谁叫你呢 上官小姐 我不是上官纸 她明明说过 自己不是上官纸 原来一切的一切早就出现 原来自己居然忽视了重要的人 这一次 她再也不会 再次失去自己的所爱 无论这一次她怎么样拒绝 她都要死死抓住她 杨采薇变成了上官纸的模样 那躺在冰棺里的 是上官纸 上官纸假冒杨采薇来到婚 却阴差阳错地 被水波文组织所杀 上官纸命丧异香 杨采薇写些身死 好不容易知道离世的爱人换脸回来 可是此时的她知道 自己不能忍 就在十年前爱人杨采薇的父亲 就是因为调查水波文而被枪害 十年后自己好不容易找回采薇 结果却在大婚当天被枪害 并且现在采薇用的是上官纸的身份 不只能保护她 还能享受到更多的尊重 可爱一个人的心 自然是止不住的 于是在看到被她抓脱的树 她决定接回爱人 名义上是让她回来帮忙查案 实际上是让她在自己身边 可是一向对她冷眼旁观的攀岳 现如今看着自己的时候 却都是笑脸相迎 这难免有点渗得慌 甚至还问自己住的习惯 采薇一时之间不知道攀岳怎么了 还以为是自己又惹着她 而攀岳为了两人正常点 就带着爱人来到事发点 结果害怕迷路的采薇 习惯地刻下印记 结果攀岳明知顾问地说 这刀 怎么看着这么想将采薇的捕捉刀 她明知道眼前就是采薇 可却不能相认 只能这样与爱人玩闹 随后还绑住采薇的胳膊 可还是没能抵挡住 树木拖拽的力量 害怕再一次失去采薇的攀岳 这一次 忍不住紧紧地抓住采薇 势而复得的她 多想不要放手 可为了爱人的生命 她还是只能放手 随后发现采薇脖子里有染料 一看这个树木的绳子 原来是麻绳 这是有人故意装的 随后还一件像白影飘去 结果发现是个布 可此时采薇看到了异常 这里都是魔杖 怎么能长出花朵呢 于是习惯性地说出这句话 有可能下面埋着什么 结果不知道自己暴露的采薇 还在掩饰的说是自己猜的 而攀岳直接一脸宠溺的 看着爱人 随后失守她回去后 她知道采薇会去验尸 然后假装脱梦 把结果告诉县衙五座 所以她告诉五座 明天早上给自己结果 可又怕爱人熬夜 表示不用太早 而此时五座又开始祭拜 表示让祖先早点给提示 另一边的两人准备找机会溜走 我得找个借口离开 以便前去验尸 我得找个借口离开 以便她去验尸 采薇说太闷出去走走 攀岳又说下属找自己有事 就这样等采薇走后 攀岳却在一旁偷偷地看着爱人 一脸宠溺地看着她验尸 还不忘嘱咐下属 准备点好酒好菜 此时不得不说 开播这么久 也就是这集吼甜吼甜的 随后在采薇的验尸中 发现了异常 因为其中一颗牙齿的形状不对 随后忙完的采薇 刚好遇到攀岳说饿 要吃点宵夜 而等采薇走后 攀岳又像傻瓜一样 抓住采薇的丝带傻笑 回想之前的痛 现在的甜险的那么的恍惚 而隔天的五座 就照着采薇写 赌给了攀岳 随后几人来到假牙的地方 查询到离世之人的牙齿 是一年多前被抓的审辞失手 可是审辞明明就在牢里 难道牢里的另有其人 而此时幕后的青帝终于出现 他抚摸着手里的手帕 九年了 自己的爱人 该是时候被沉渊招选了